Hello,大家好,我是海德龙农学社的葡萄技术经理资粮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阳光玫瑰的果秀解决办法 阳光玫瑰是葡萄中最讲究表光的品种 精品的阳光玫瑰对表面光洁度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果粉和果秀是很多种植户朋友的老大难问题 表光问题不仅仅是阳光玫瑰一家的问题 而是整个黄绿色葡萄品种都容易翻的问题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要说补钙、美、棚 但其实啊,缺钙美棚并不是形成果秀的主要原因 那么果秀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在果实棚大期 果肉棚大过快,果皮跟不上 导致果皮归裂,形成很多细巧的伤口 这些伤口在后期结痂,形成果秀 而水分失调,细胞内外渗透压不均衡 表皮细胞胀胀破死亡 是形成果秀最普遍的原因 除了水分失调 叶片擦挂,使用盆果剂不当 都会形成果秀 果秀只能提前预防 一旦已经形成果秀,便不能改变了 想要防止果秀 关键就在于改善水分失调 调节细胞内外渗透压平衡 蒋大哥家的阳光玫瑰会定期喷噬昆士亭 昆士亭中的甜菜减肝氨酸 通过调节细胞渗透压 使细胞形态完整 从而预防果秀 同时甜菜减肝氨酸 还是一种安全的两性表面活性剂 可以提高阳光玫瑰的表光 达到亮丽果面的效果 喜欢的抽个红心 关注我,了解更多农业知识